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辴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阿命多 paella emoji aj�� food 誓写大家的精进 所以对我来说 既然出家只有一条路 精进 当然精进混作的两个方面 对内跟对外 特别 你要离一种心 一定要先对内 也就是说 你发亮了 那对方才会因为你的亮 而他也亮了 在佛教里面就要传灯一样 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 一定要成佛 这叫做菩提心 那为什么要利益众生 因为我们很辛苦 老实说 我在这世间有辛苦吗 感觉还会快乐 不然其实大家都要自杀 所以这个世间的所有快乐 好像都比较短 但是痛苦的比较多 已经我们出家 已经没什么好痛苦了 出家人也没烦恼 钱也没烦恼 感情 什么都没烦恼 但是呢 也有多辛苦 就是这样 还有来是呢 又一颗的 起烦恼的心 如果你 没有所谓空性 然后你就会被境界 影响 包括我同样 不然我每天要讲很多话 处理很多事 所以我很少睡午觉了 睡的时间也不长 但是有太多太多 如果 以前还没有那些问题 现在有手机 有电脑 所以四面八方 世界各地 像我有微博 我有微博 这微博来对我还有五千封 信还没回 我们再被他出力 我已经看到眼睛都不行了 但是老实说 不悔不慈悲 因为 过去有好几个 因为他们在癌症 在医院 当然他还可以看了微博 然后 很痛苦 想要煮什么都还问我 师父我要跳下去 我要跟他不要跳 因为 那个腰有 腰 我们的腰在痛 他腰里面有癌细胞 你看 没有办法 就只想自杀 所以 他太太就拍相片给我看 只能每天抱着棉被 然后这样弯了 因为稍微吞噹就痛 当然 他真的想跳 但是他连爬到窗户的能力都没有 但是他又不能跳 因为他太太 一直求他活下来 因为 那两个小孩 很小 很痛苦 那 当然两三天 他痛的时候就会传给我 我就会一直帮他 一直帮他 到后来几个礼拜没传 我想一定是死 当然 所以 我只是希望他是 因为癌症而死 而不要因为跳楼而死 但是 所以 这个世界 如果 你是一个没有那么热忱的人 当然对你来说 就像一个冷酷的医生 反正看着啊 看着啊 他的脸就会变 我认识很多医生 我也觉得 这个医生如果没有体悟到众生的病 他只是一个专业的话 甚至他已经变成组织医生了 讲话很专业很冷酷的时候 对你来说是最大的伤害 因为人类最大的 最好的佛性就是悲心 其他不重要 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大悲心 你再专业 你的地位再高 只会伤害你 所以就像我们很怕毒蛇一样 眼镜王 他就 动就是要咬人 而且会追人 在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有一种 叫什么 忘了他会追人的眼镜蛇 所以出现在我们深美兰 眼镜王 所有印尼人看到都跑掉 因为马来人 因为他会追 一般的蛇 这样照 眼镜王他可以直接这样跳到你 他跟别的蛇不一样 所以一看到全部 他们这几天放假 所以我们战日是要自己看 他就问我怎么办 我请他偷地公啊 没办法 第一个你不能伤害他 第二个你不能报警 对不对 那你要请土地公 我又听他叫监牢地神 我传向别 黑石鸣 开光 眼镜王还不算 昨天又传给我 一只绿色很漂亮 将近三公尺 他问我 我怎么知道 我叫青蛇 他说师父怎么会 一直出现 请土地公 今天两个阿弥陀佛 只能这样子 但是跟你的工人说 不要惹他 但是也不需要怕他 怕也没用 因为我以前在恒春 也是经常碰到这些 后来我发觉 怕他没用 怕他 他可以跑到你房间 你一个不小心 因为我也有一个师兄弟 就走到他房间 乱乱乱乱乱乱 有什么事 抓你那种房间 眼镜蛇 因为我本来就看到那只蛇 但是 我后来就知道 他不会进我房间 他进他房间 因为他脾气比我差 有一点毒 但是我有一只中狗 那只狗子 那三天守在我的房间门口 因为我有狗护法 那只狗子本来是被抛弃的 大家都不爱 我爱 我就看我书 好 归佛归法 叫来福 终于得救了 他不用去等掉了 我就养他 那是他为我而死 那只眼镜是 他守在我这边 所以他被咬 他跑到对面的房间 所以你怎么房 在你房间 在你床下 他什么时候进去 不知道 佛佼佼 因缘不可思议 所以同样两个人 那因为我这个人不生气的 虽然我有脾气 但这个人不会害人 这些我从小到大 基本的 我有个性 但我绝对 你拐书叫怎么 我都欢喜 我就不会去设计别人 什么事情 我就不想这么做 那这一点 还是一点点善根 那因为这样 所以他不会咬我 所以那你跟他说话 他还会听 你拿东西给他吃 所以我要说的 就是说 这些人 所谓的苦 都是我们 大家一直起心动念 所以起心动念可以 但是各位千万不要 有些人喜欢小脑筋 设计设计 不能这么做 我们再好的脑筋 再笨都没关系 笨也没关系 不要害人 不要设计别人 所以就算你养个流浪狗 养到全身脏脏了 但是养的没有很好 但是我还是想要保护它 这样而已 这是合乎的基本的条件 基本的条件 但是话又讲完了就是说 但是有时候做生意的人 或是为了交男女朋友 为了抢对方 为了保 你可能会用一些心机想要去 把对方给伤害走 这就叫做毒 这个叫毒了 那我们学大乘佛教 就最怕心中有这个毒 就是说 你可能会设计伤害众生 就像我们看 这个三昧水灿 他误达国师 讲一句 背后 说他一句拍位 还对方叫 斩腰 对他来讲 他忏悔了 十四的修行 也还是来 我想我们修大乘佛教 各位先要学这个 不管你打成肉酱 那我还是静静的 我只想说 我哪有疼 但是我不能去害你 告你 所以有人跟我说 所以你不能够告 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 你想告对方 你就不是佛教徒了 因为佛教徒 特别大乘佛教 是怎么规定 连吃一袋肉也不行 是因为 因为他很疼 他很疼 他很疼 你如果吃就代表 你没悲心 这样而已 那这个悲心没有了 那你修什么大乘佛教 就跟你没有道理了 所以就这样 我真的认识很多很聪明很聪明的人 做什么事情很聪明 但是他就少了一个善良的心 跟悲心 这是更可怜的事情 那因为这样 所以各位要发一个愿 不管我做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想要报复 反击 就让我被误会了 然后说我这小偷要怎么样 我还是静静的 这是基本的条件 那第二条件 这是要对内 对内 所以佛教说 大乘佛教就怕 就怕你有这个伤害的心态 所以持戒度悔犯 就是说你不能有一点点念头想要伤害 对方要报复 所以那第二步 那你才会想说 以这个为基本 然后怎么去帮助众生 那为了帮助众生 各位一定要脑筋要非常的细腻 细腻 因为方方面面 不容易坚固 就像我现在很喜欢超度 各位很多人跟我很喜欢做烟共 那有很多做烟共的人 也请来传给我很多问题 其实我已经无杀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像我现在我只能说 我也保留这种直觉 去处理事情 所以为什么说 当然修行要修行到 一个菩萨要度众生 你如果没得到对方在想什么 乃至 你就算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也不够 他过去是造了什么业 等等等等等等 你都要还有一个很冷静的直觉 教法度 所以说到这 我希望各位还是要多念佛 像我的方法很简单 可能各位也应该都可以做得到 我会请观音菩萨 我有一尊固定的观音菩萨 那那个脸在我面前 我已经习惯了 所以打坐的时候 所以 然后这个事情有困扰了 那我很认真的 请观音菩萨 这个事情要做还是不用做 那很习惯了 他就会回答 什么叫做回答 那是念头 念头 你会觉得 观音菩萨 没问题 OK 没问题 但是 久了以后你会发觉 当你念头很端正 存心为对方好 你讲的事情 百分之一百 这没有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自己知道的 但是如果你心里 有一点怀疑 或是有一点动机不圆满 或是有一点没信心 或是有一点怕 那这个佛菩萨跟你之间的加持力 就不容易展现出来 你就没信心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说 哎呦老和尚很准 所以我每次以前在会日讲道出门 我就问法证长老 法证长老今天要不要带雨伞 不用 OK 没变没准 因为法证长老有时候 我不问他 带个雨伞吧 OK 这个叫神通吗 也可以算 因为他的直觉 所以很多人来找他 生病啊 或者精神啊 他也不会讲话 他不讲话的 去超心经 去拜佛 但是我都会观察 真的有用 那你说他 他只是一个 因为他无所求 他有悲心 就像我师公真话张老 看人很准 他才会说 海盗我跟你说 那个人怎么样 所以有一次我就问我师公 那师公你看我怎么样 你没问题 只是不努力 因为他要我看很多经典 他要我去日本读完所有的书 他说我认为 我太老了 再来读书也没问题 但是现在人 更多的需要一种心灵 跟生命的感受跟经验 所以我选择 通俗弘法 去面对人 所以我告诉大家 各位要有那个习惯 是说 你要行菩萨道 目的就是要度众生 那你要度众生 那你要接触众生 爱众生 再来 你要能够了解众生的心态 那众生的心态 当然有好的跟不好的 那不好的你还不能生气 如果你讨厌 一个人 真偷了一个坏心的人 你没问题 你对他的坏心 你也可以好心 比如说你看到最毒的眼镜蛇 你就有一个方法 不要用毒 你好可怜 你也很痛苦 你会怕 所以你才要咬 你要用念头堵它 所以我也经常跟这些眼镜蛇说法 那说法你要知道他想什么 他又怕 然后又有毒 这样 他也不是故意要咬你 但是因为他就怕你杀他 这样 他那个畏惧的心态 想必以前眼镜蛇 是一直很聪明 很聪明的伤人或是什么 但是因为他伤了很多人 他现在的目的 活着就在怕 他唯一的想法叫攻击 那所以你要跟他讲 你要把观音菩萨的心态给他 各位就给我 观音菩萨的心态要给他 这叫做念佛 那念观神菩萨 对方就是怕我 对方怕去到台 那是这个人现在在打拼 很辛苦 你要用丢手的心态给他 这叫做念佛 但是如果你把你的这种 譬如说 这个人在生病 那你不懂得安慰他 你只会说 好了你不要疼 你不要躲 我在那边看病人 我本来听了一把 我讲过 我听了百分之百 这不是来教过人 这叫做晚清这种 那我也不能讲话 因为隔壁床的 他就一直刺激他 对方一直 然后两个就在那边 要变得死了 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没办法 他没有学佛 那好好的人 静下来 赶快念观音菩萨 念要事佛 念地藏菩萨 再融入于他身上 然后这个正在找他麻烦了 你也不能骂他说 你老母就要死了 你不要给他好死了 他一定要给他拍死就对了 所以那你也要念给他 对外的人 对破病的人 对一个座 对一个堕胎胎 我想各位 我们很喜欢超度 其实超度 我认为是一种高级的 为什么 鬼道都有他心痛 所以如果你的心里面 还有一些傲慢 杂染 对立 他就会排斥 甚至你来去堕着鬼王 跟你冰斗 他会让你很难看 所以我认为 我喜欢去监狱 或者我很喜欢去面对那些跳档统领的 我们说真的不要说假 因为我喜欢这样子做 对我也是很好 因为 所以我跟别人说的 我跟你说不好 那心恰恰就知道 做烟公好了 我跟你说 道理都说不通 话又讲后来就念一下 来 真心待人 就是你要从内心里面 就是说 纯洁 真希望对方离苦 不要怕对方 我发觉现在很多人没有福报 贪心 贪心 身体 不要 家庭 处理 不好 因为他从来没有真心待人 抱怨 对立 防对方 这是最可怕的 所以我们学佛 是要找到我们的自信 这是很单纯的 就像中国人讲 大人不失其 赤子之心 可以 你千万不要因为 你做了领导 做了有钱人 做了官员 然后你把你的自信跑掉 并且看起来很现实 很对立 很排斥 所以 丁世人你可以用打给 丁世人你看到人都会怕 丁世人你可以用棒扇给 丁世人你感情很脆弱 那这个叫习性 那是丁世人的事情 你不能拿来 你要相信人 你要相信自己 但是人往往都在这种心态 也因为这样 所以你要训练 训练 训练 站在对方的心态 怎么样来热忱 只是今年的小会 跟古早不一样 今年的小会 各位在佛经里面的解释 多得不得了 看得到会堵 会睡 我告诉你 那这个习性 那这个公患 那这个生地性 你看不完了 所以现在就叫答案公布了 没问题 那问题是你怎么用 所以你还是要去了解这些 为了了解这些以后 是为了用 用在对方身上 但是用的时候不要相信自己 我们是一个操作者 那真正的力量 来自于佛陀的圆满的智慧啊 慈悲啊 意思是说 我知道要把佛的圆满的智慧慈悲 功德 融入在你的理心里面 用好的循环去做 但是呢 我们做了没有一百分 就像说 这个 一个很会唱歌的歌星 把一个很好的麦克风交给你 结果你就收声 你先比较不好 整个都拍去了 并不是 并不是这个歌星有问题 也不是麦克风有问题 是你本身的声音不好 也不是你平常不会唱 只是你看到那么多人就怕到了 等等等等的理由 所以 你如果不去爱众生 你就不知道怎么用佛的心 也不知道佛的心是什么 所以各位 大乘佛教就在这种 爱众生里面完成修行 大乘佛教就是爱的修行 这样有力也无力 不是一种自闭 一种排斥众生 孤僻 那你就没办法修行 你要真实的想要去爱对方 然后那个时候 才有惭愧心 佛有百分之一百的空性大悲心 结果 在我的出气时变二十分 因为展现不出来 展现不出来 所以 我希望各位多观修 比如说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那你要观修 还是你念 欧曼尼佩命奉 也可以 欧曼尼佩命奉 各位都知道 是要以大悲的精神 帮助六道所有 无一余的友情 断除他们各自的烦恼 业障 习性 然后 而进入了圆满的 观音的菩提心 而进入了佛的净土 你 这样说得比较简单 这个里面是有五百的 每一个人的净逃 你都要一个一个突破 但是 你用的是同样一个观音的心 但对的是不一样的众生 但是如果你讨厌这个 或是你不愿意去实践这个 或是你没有耐心 那你就没办法 所以各位要不厌其烦的 从有形的到无形的 从天人到地狱 你要常常去观修 这个叫 地藏菩萨叫恒河沙定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你就变成 观修你变成地藏菩萨 按照地藏经里面 所说的为参考 然后开始去实践 地藏王菩萨的行为 那时候叫做观修 但是这里面很重要 你要百分之一百相信 地藏菩萨就是你 你就是地藏菩萨 你要以这样子的精神去做 但是怎么样帮助这个地狱呢 这个强奸犯呢 这个正在赌博的呢 你那个时候要方便 要怎么给他讲 要怎么给他叫 那你要一直去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你负责悲心 然后慢慢你就会开智慧 好了你观修好了 不是就改过了 那你开始在白天 带人接物上班做事 你要显现在你的事情上面 地藏王菩萨没有贪心 地藏王菩萨没有骄傲 地藏王菩萨不会讲别人是非 所以基本上你要守五戒 八观灾戒十善业 这是基本你要做的 你不能说 我就是在念阿弥陀佛 但是我屁去很难 你不要跟我聊 我跟你说 我这样说是严重 但是你把事情给错了 所以我认识一个老菩萨 我经常说 你根本没有在念佛 我修理你这样说 我整天要念几万遍 我说你没有念佛 你在念佛 你怎么在念佛 什么叫念佛 不是 你要念这五分钟的佛 你要跟阿弥陀佛 百分之百合一体 那时候你是在休息 快乐的时候 所以各位今天来 想法官在一起 有快乐吗 那有的是你认真 不是因为你还在想 那件事 你还执着 我就丢严重 我们的孩子没有友好 我们的孩子在吃毒 我们的老伙伴 因为我很孤单 我在缺钱 不管你有什么任务 你有什么想法 你要放下 八观哉戒教 一时你的盘是说 你要讲这些小改善 刹那情不能有世俗的想法 你要看吗 你全然给你是做观神菩萨 做莲花生大事 做阿罗汉 那你要全然合为一体 那做菩萨要做什么 做菩萨是 我是菩萨坐在那样拜 不是 是去救众神 所以我们要 故意放生 严重 超度 所以早上我们音响 去去站起来 他说 担不住很多 没法进来 那天我就开始 老后就嘴巴 哦 肚胎胎了 没进来 没法交叉 哇 我们都会 欠重 欠不在 吃 刚才就把 我们站中法 说 拜托 今天一天 他要整个 无量 无量 我交代 我交代 因为我们光那个本子 就一千七百万个 多胎胎了 你用这嘴 好像看着吃不下 不然你也 比较多 比较多 我想你既然要超度 不够吃 来的是无量无边 但是你要去观想 因为 如果很顺就没有问题 由于不顺 你要去想 但是你怎么想我 那你就请示 阿弥陀佛 我现在这个音响怪怪 还是口渴 还是哪里不舒服 然后 他会给你一个直觉 这个直觉是佛的念头 佛的念头 那你就 你可能是这样 你坐坐看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像我刚刚 我把酒很疼 下午的时候 好像在烧 一直掉眼泪 后来我就 自己也在那边 打坐打坐 接下来 看看我看得见 看不见 结果还是看不见 后来我才知道 一只眼睛被弄瞎 在流血的星星 我看不见 但是 好吧 赶快写牌位 像瞎完就好了 你还不能不信 所以我只瞎完就好了 那原来这个也不是 我有时候还可以感应 我有时候很认真 但是有时候 我有一点烦 我就没办法 我要透过 其实各位拔杯 你不要自己拔 叫第三者才拔 人家很冷静 对不对 你自己拔 我就是要计这个拔 怎么拔我也没拔 没拔也让你拔到有拔 所以禅词法师 他说 你拔一拔就可以 你不能拔就好 一拔就是 有信心一拔 没信心三拔 要拔到三拔 没问题 其实上次 透过第三者 冷静的分析一下 就好了 当然 互相帮忙 就是说 这个只能从你 自己在面对事情里面 怎么样的去 我告诉你 我刚还没有出家以前 学道教 他们叫我打坐49天 结果每天打坐 我就遵循 每天一两个钟头打坐 后来我就变成 我没有看 我只说 你有堕胎 那你们知道 我说你有堕胎就有堕胎 为什么 两个 一拔一拔 你怎么知道 反正我就知道 你快去拔头了 后来我发觉 这样也不对 我就不再想这些东西 但是我那个时候变成 有这个直觉 我原来打坐 可以让自己 有一个直觉 反正你就有个念头 说他要怎样 有些是你有影像 有些是你身体有感触 但是佛教要我们修到 用心去感受 就好了 这才是佛法 不统一 别的宗教的 其实这个疼不是我们的疼 还是他在疼 我们其实都是我们的疼 就像地藏经说的 你梦到你往生的爸爸来找你 那个不是 那个是因为 你过去无量寺的父亲 所以他必须变成你的爸爸的形象 不然你不会为他念经 所以你为他念三遍七遍地藏经 那他就好 只要你相信 而且因为他要我们修行 又不是叫我们 我们念三遍地藏经 更有修行 可以回向一个往生者 或是这个亡魂 当然对我们还是好的动机 但是我要说这个意思是 当你对外行菩萨道的时候 你对任何个性的 不一样种性的众生 你都要有帮助他的经验 你说这个世间有八万四千烦恼 每一个烦恼你都要体受过 而且超越过 我是对胃癌的 叫我胃癌 我胃癌的过程是怎么胃的 我得过胃癌 就像我一定会说 学针灸的人 没针你要自己扎过 自己扎你才知道痛 然后你才懂得去扎别人 同样的意思 一个要行菩萨道 你要扎度一切一切众生 所以一切一切众生的痛苦 你都要面对着快乐 你都要超越过 什么叫快乐 哇这个人你好爱他 这个人给你很多钱 这个人你看到他心里就很想跟他在 这些你都要拔得开 你不能说你在堵中心 但是你又执着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很聪明 包括出家人 包括会打坐 但是他到那一关他就过不掉 所以你的人败去 乱去 因为他起心动力 他有私心了 比如说男生女生同班同学在一起 当你不爱上某人大家相处很好 当你去爱上某人的时候 他把人说话你就受不了乱去 所以我想同样我们去度众生 那为什么说要有空性 你如果没有空性 你还有爱染执着 那你去度众生 你会被度走 可能你可以度90个众生 但那你就堵不开 你会被他卡住 不管你对名啊 对骄傲啊 对面子啊 对至尊啊 你有一点 那你就伤害到你服务众生的能力 所以一切法毕竟空 过来在哪里 是诸法空向 那你要想问一下 这个世间哪一个东西你会挂的一种 你如果会 你就度不了这一关 你要问自己 但是你要问自己的是 你面对这个境界 看你有没有起心动力 乃至你面对会起心动力的境界 你还可以超越 谁不会起心动力 有人问我 你们出家人看到那些性感的女婦 一定都没信任 我问你说不对 诶 但是可以超越 因为咱们不可以这样做 不要起第二个念头 我问你开车 看着这个 更爱看的镜头 不管是什么 转过去 就像各位今天手把玩这一截 就会了 当你坐车回去 人家在放音乐 你会故意听吗 买 不然你会跳车吗 对不对 没可能的事 前面有一个帅哥美女 你知道 要么就观想他成观音菩萨 不然不要看 不要看 跟着小秤 观想他叫观音菩萨 叫大秤 要不要看吗 就叫清净观 再坏的 再好的 你要转念 但是各位 如果你不去修这个 我今天都不要出门 都没问题 那你就没办法修菩萨道 菩萨道是这台境界 各位 你今天晚上回去睡 自己是在睡 不能跟别人睡 还怎么 还有一些主杀在你 那你要怎么修 快走 你失败 哭哭哭 其实那些主杀 那些是你的老母 要让你堵 你不能怕 还跟你说 你晚上没做什么 晚上有一个 男人整个很漂亮 会给你忘心哭 男人很厉害 晚上会给你带 你也要修 你不能说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变成佛菩萨 转他的念头 听懂吗 佛菩萨不会被强暴的 佛法不会害人的 但是你要超过这个观 所以为什么菩萨道难就难在 一切法毕竟空心 一切法好的肉 会诱惑你的伤害你的 好看的魔跟那个 你要自己准备好 你要自己准备好 但是魔 我只能用慈悲心 女魔还是慈悲心 诱惑你要强奸你 还是慈悲心 因为你用的原则还是一样 但是这些观你不想过 就没得到 所以他不可以用寇 事情稍微烦一点 不要跟他说话 吃饭 我不跟你做同桌 你不要啊 你没办法修行 你是什么来 什么你都接受 什么来你都用悲心 这个是磨念你的机会 佛经很好看 但是如何把佛经 用在待人接物 面对境界 而且面对每个境界 稍等你出去 这次每个人都要带你一桌 不知道要住你 哪里也不知道 你要准备好 但是你可以接受 这是宵夜 这可以修空心 修慈悲心 因为我在发菩提心 那各位你要准备好 你要修大乘佛教 你要说来来来 都来 没关系 八千万世 过去所作恶严 我除了认真忏悔 忏悔还不够 你来就你来 我接受 你要 关关难过 关关过 这样才能修行 所以各位我说一下 准备好还是不 现在叫菩萨改 你说不行 那个不行 那个也不行 我想我不想 没办法啦 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 对内很容易进化自己 对外很复杂 很有意义 才可以成佛 广度众生 那首先 那为什么从极乐世界来比较好 从极乐世界来 你有本钱 下地狱 你也会觉醒 然后就算你这世人 没得到你的业力 让你对出事就开始态人 态到死 当你进入中阴身的时候 你还可以恢复 哦哦哦 那个是我的业 你还恢复哦 因为你从极乐世界来 你还会恢复在空性 但是业力把你拉去杀人 业力把你拉去做祭女 但是你还是要去还这个业 并不是说你正空性了 就不会得癌症 这是你的业 正空性以后 变成出生在强盗的家庭 吸毒品的家庭 这是你的业 但是一个修空性的人 他会利用这个业来修行 来同情那个吸毒的痛苦 被强奸的痛苦 做妓女的痛苦 因为他从极乐世界来 他会把它转为佛法 这叫转障碍为道用 他不会沉迷在里面 所以并不是从极乐世界来的 子女好像连灰 整天都不用结婚了 不是那个意思 搞不好你会投胎做妓女 但是因为你从极乐世界来 虽然你投胎做妓女 道义有道 还是蛮善良的 你会觉得说 这是我的业 我高兴接受 业的本体是空性 所以你做妓女 你不会觉得什么 你还是在修行 这叫做极乐世界 来的好处 不是说来了以后 什么东西都不会参与 因为你 极乐世界它是给你的一个 是一种智慧 但是你真正的资良 是在娑婆世界才可以得到 人成极佛神 人间成佛 没有在人间不能 人间你就要这样磨练 所以讲到这个就是说 大家到底像各位跟你们坐一天 稍等就各自回家 没关系 稍等会会说 我们大家坐这儿住一年来 你可能要修台了 都不得了 包括老人院也整个修台 台湾我这四位 因为很难相处了 但是如果你不懂得跟人相处 那你不是修行者 这样各位要摸一下 所以有时候 我以前有个师兄弟 出家 我问你为什么要出家 我老婆 我不要 我妈跟他走上 后面就我 他不是我老婆 还是海盗海盗 变梅王 后来他就是 还是小有福报 他自己用一间福西 没拨的人 在那里找我 海盗法师 你旁边这么多 你也放鬼的 我这样一个人 就要跟谁忘记 我说我放去的 我都放不去 我这里给你没死 我跟你说 我放一个福西 你看你看 就给你导天 不是福西 一定给你没死 我整个人买 整个人来去 我来喝就会有可能 这样我以前的生活 所以因为 他没有跟人相处的能力 刚好大乘佛教 是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所以我怎么跟各位说 我先说各位 从今天开始 你变你们家 统合到你们的人 好不好 要变那种人 以前我们战空法师 要出家 他是因为 你的空气马上 很怕的人 又吃东西 又打斗 很怕的人 他说要出家 我说你要出家 我问你母才说 你母才说好 我才说好 看她忍不住 她母真是孤独得不知道人 一直在做罗马 怕人 从这样 她母就整天来孤独 她儿子现在就 精神有问题 常来给她穿老爸 砰 你跟她说 阿师傅要怎样 他跟着哭泣 你这个 这两关过了 你才找我出家 所以后来她过了 我跟她说 你叫战空 你还真空了 放下了 他母才把他插得不知道人 要过去那碎 没什么事 就去打 你现在空气 现在要出家了 你三个是这样 没错的 所以 那我说你这一关 你过去怎么 怎么 跟母六 对不对 现在就要向母六 因为你要出家 不然你又用黑道来出家 就我给你台识 我说不可以跟你闻 不是我给你台识 孙兄弟 大家中世 所以我想各位 我说这种事情 你真的要去 你要行菩萨 部分在家出家 南中路中 你真的要有历练 不要耍小脾气 不要说 我今天吃不饿 不爽 以前我们在寺廟 叫师父妹 怎么都没来 我师父说 去叫他吃饭 我说不用了 师父 他刚刚被你骂 心情不好 等你等一下出去了 他可能会出来吃饭 因为肚子会饿 那我师父说 男人也可以做女人 我说对了 对了 人都有脾气 对 像我这种人 就看不见 我被骂过 我被侮辱过 我曾经被跪在地上拿枪 你要不听话 我打死你 我说你打死我 没关系 不要打我爸爸就好了 然后威胁我爸爸 我都还可以接受 被女人侮辱 被男人侮辱 什么叫被男人侮辱 同性恋也会爱我 年轻的时候 我是小白年 同性恋也没错 结果就用 他很喜欢我 这不是要怎么处理 这样就 后来就威胁我 要给他死 这不是要怎么处理 我也爱不了你怎么办 我也不是说你错 只是你找错对象 那是 用顶的用嫩的 我都 我都很表白跟他讲 但是这个我都要熬过 我都要熬过 那你不能 你也不能为了这个事情 但是我认为 这个人生历练 这个有帮助 非常有帮助 但是如果你逃避事情 事实上每个人 都是在痛苦里面 去超越自己 他很痛苦啊 曾经有人跟我威胁 你如果来我们的地方 我两个人都给你砸去 我想整天 到底要去还是不去 不去 那时候出家了 出家被威胁 不去也不行 靠三宝 我都准备好了 轮椅买好 没有卡帽 我都 没办法 我整天不要去 不可以 苦路很久 这去 我不敢跟别人说 我也曾经被威胁过 你如果旧台 你的准备 我穿都准备好了 我都考虑了半天 要不要上台 但是我认为 这个不能怪别人 我过去四的业 我过去是一定搞过将军 搞过军人 威胁过别人 我都有 吸毒 什么我都有 但是我认为 这些历练对我 所以我现在最喜欢去监狱 这都我们家庭 这什么事情都干过了 都到监狱 所以我跟监狱的人 就很相应 我很喜欢去 我去那儿 我就觉得 我全身都年轻了 跟各位说话 就不好意思 咳咳咳咕咕不知道要说什么 所以监狱的人 大好大坏也好办事 咳咳咳 但是各位这个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你要行菩萨道 你一定要放下自我 然后你去融入 去接受 你知道什么 就是无我空性 而且什么才男人大悲 这我懂 所以我师父也跟我说 我们很多出家人 每天读书读读 读到博士 博博士 他不见得懂佛法 因为他没有历练过 好 所以我这样说 有感到吗 你就去博 你就好 你要挑选找地方去博 我不敢一个人 那你要去睡一个人 我不喜欢猪 你要去低调国房 我不喜欢老人 你要去老人院 让老人院给你盖章说 你可以出家 所以你要真的想要修行的话 你要有这个磨练的过程 而不是穿去想 孤僻 排斥别人 这样有的人不是不好 心肝不错 怕怕不中 他不敢去做 不敢承担 你不敢承担 那对佛没有信心 因为你用自己的想法来做事 这样你也没办法 天后佛法是什么 佛法永远都是在 100分你就要死 到99分 要有那种状态 99.9你就要死啊 然后你还说 可以啊 超过那个 佛魔一念间 佛魔一念间 但是你也不要随便试 先慢慢弃嘴 弃骨在这跳楼 那你要这样去磨练 不然你怎么普度众生 你现在跟佛菩萨说 我要普度众生 佛菩萨 好 我派你去地狱 你怎么敢承担 你怎么承担 你没办法 那你去恶鬼道 那也不行 那不然你要做什么 我去净土好了 好吧 那你就先去净土 慢慢来吧 但是 就是为了要去那个地方 才去净土 净土不是逃避 是为了到那个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磨练 那今晚地下 这个武卓是 他已经痛苦的时候 才开始磨 所以各位要找难的做 找痛苦的做 逆己为圣 顺己为反 难行人行 难忍人忍 难舍人舍 你要从这个去做 不然你不知道 什么叫菩萨 菩提心 是这样的意思 不要顺着自己的想法 个性来做 那我想 这不是安好安败 这是你有办法跟他打顶 又有办法跟他打顶 又有办法跟他打顶 这样 你今天是一个很秀气的小姐 去嫁给黑道流氓 你也有办法跟他 这样叫做空性 像他跟他叫做悲心 那是你的因缘 我这么秀气 怎么嫁给牛芒 他也报 他怎么生这种儿子 刚好修行 一切都在你身上 不要怪对方 所以那天有个老妈妈哭 为什么我的儿子吃毒 我说菩萨 我说菩萨 我说你已经过去在买毒 你要有这个惭愧心 我过去在买毒 让人家吃 所以我现在生的孩子是在吃毒 用这个惭愧心去爱 去感化 你不能一直抱怨 你一直抱怨 你内心接受了 所以你来念佛 忏悔 可以 要很平静 事实上 万法为心所造 你旁边的人 你出生的世界 都是你的惭愧所显现的 为事所限 你的分别意识所限的 你的惭愧 你的狗 你的旷径 你的外表 你出生的世界 都是这样 所以一个人会去生的地方 没有贪污的地方 一个人会去生的地方 有贪污的地方 这个是所谓的业 所以你要对你交交的旁边的人 去看你自己是什么人 不要讨厌对方 因为我就是他 他就是我 既然他心股很厉害 我不能拍心股 既然他败去那败 我不能拍败去 一直得到九权七祖金烧生 老爸老母兄弟 只不夸点 在我的心股都不能夸 记得一句 这叫做受盈 我们公司有100个 100个99个夸点 我都不能夸 这叫受盈 他们的油点 我都要夸 所以他们的夸点 我还要用嘴笔 我自己又不能夸 夸理心 这样就想 而不是说 我还公司 你要还 你要还 你要还几间 你要还几间佛事 你要还几间佛事 你要还的是你的心态 这样有利也无利 这个才叫修行 修行是一种很有意义的 因为可以成佛 可以利益更多众生 可以让更多众生 不要让我们自己过的过程那么痛苦 我们过去造了很多恶业 生死轮回 它已经痛苦 所以我们现在 不能让众生痛苦 要做这个活 一定要落到地上 每一层地狱的苦 你都长受过 你才叫人家不要下地狱 这是一定的 佛陀每一个苦都受过 他才知道那个苦是什么 所以自己出离了 而变成一种悲心 帮助对方 所以各位 你不要去偷压 完亲这主 对完亲这主 更要有悲心 教会得到 敲度完亲这主 那别人没得到 但是你也有得到 你像菩萨界的人 我知道这个人 有怨心在主 你要更慈悲的对待他 其实你把怨心在主 超度那个人就好 了解吗 那你如何感动他 因为当事者不会 当事者是恨他 有当事不能对方说 有时候我去看病的时候 我也跟他说 你有怨心在主 他会恨得他恨得痒痒痒 他一恨他的时候 怨心在主 马上就给你疼苦或死 因为他不是一个佛教徒 你不能跟他谈这个 他如果是一个佛教徒 有惭愧心 这样我要跟他 那可以 而不是随便人讲话 所以说话判断事情 真的要磨练 而且 像我老爸说的 你如果要说电话 我都在旁边听 老爸是爱你呢 很痛苦 我跟女朋友说的 你如果要听 对啊 这就是我离家的意义 因为爸爸爱你呢 都不疼 被监听 因为他就爱你 他就关心你 所以各位同样这个道理也一样 所以你要了解怎么帮助众生 所以你要生起一个悲心 来 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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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们所有的公主 给他了 给这个 伯母人 还有这个 他也要完亲这一族 搞不好还有动物灵啊 等等等等啊 但是我跟各位讲啊 病 并不是同一个冤心在主 假设有 你过去是 太子可以二十多低 你今天超度一个 第二个再来 超度第三个再来 但是他同一个部位 一直让你痛 你就要把他隆重来超度完才发度 那你有发度把他隆重超度完 你要有很大很大的悲心 这样 跟感受到 他在后面摆堆 一个一个上来 一个一个上来 所以这个众生无量无边 你只能用无量无边的细心跟悲心 去对待他们 所以我希望各位观修的意思是说 你今天怎么会隐隐 坐那里念阿弥陀佛 不是念给自己 阿弥陀佛 慢慢念慢慢念 进入他的子宫癌 淋巴癌 不是光他一个 这个全世界 因为这个痛苦的 有形众生跟亡魂太多了 你要念得很认真 很慈悲 就像有一次人家跟我说 我哥哥 因为他那时候脑癌 眼癌 社护腺癌 他今天又来 我告诉我哥哥说 没问题啊 超度完 他说我可以回去 OK 他生病我负责超度 那时候我已经 我不敢跟他说 之前他说 他的社护腺有一团黑黑的像蚯蚓 然后就跑到他的血管 然后跑到他的脑 然后跑到眼睛 然后我就好好的观修 自己变成这样 我把我自己弄好 然后再跟他想 这样你超度了 为什么 变成他们都 这些小黑虫啊 都离苦了 超度了 升天了 然后静静了 干干净净了 这是我告诉我们大人家说 我只能跟你说一件事 你绝对没有吃肉 他绝对不会讲好 他就说 嗯 那刚超度 他只能说 嗯 马上又来了 马上怨他的又来了 他马上又要开始痛 指数又可以马上升起来 他如果说 嗯 愿意 马上又下去 所以 我都觉得说 哇 这不简单 因为 虽然是亲兄弟 但是观念差那么多 所以信因果跟不信因果 要有福报 那当然痛的时候 就会来拜 所以 至少我们还有 利用价值 但是 我哥哥是如此 但全世界多少人如此 我不是说 他不好 而是说 那我们只能用一个 最大的悲心 对待我的哥哥 以对待他身上的 冤青在主 真是这些小魔鬼 原来对我帮助很大 对方虽然完全不相信 但是我还是要完全慈悲 就像现在两个这类 成熟会完全不认识 但是我们还要 更大的悲心 所以因为时间不够 但是我 所以我说 时间不够 我每一次都很认真 对我自己 有用 比较重要 忧郁症 失智症 你要听 你老母 忧郁症 你才有体悟过那个过程 感受 感受就是个悲心 忧郁症的感受 然后对忧郁症 我生起了观音菩萨 虽然我们没有能力 但观音菩萨一定有能力 医治 忧郁症 所以我们 我们负责 悲心跟相信观音菩萨 他就 我负负负责 负责 负责 我负责 我负责 所以借过对方的忧郁症 失智症 然后我们就修了该修的悲心 那我想没有说哪一个法号 如果你没有悲心 一直念多少咒语 多少佛号 好像没法 没法 我想念哪一个佛号咒语 都是个方便 但是重点是 让你有个信心 文书菩萨针对智慧 观音菩萨针对悲心 这是给你一个方便 但是最主要是 你要用真正的 刚刚讲这种悲心 佛菩萨的这种功德力 包括自己也为他多做一点 念一下 这边我们念一遍 平常就念多一点 这边我们念一遍 就是身口语的功德 是诸佛菩萨的加持 最后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是你过的时间 念这些阿弥陀经 愿这些往生者去极乐世界 那对你来讲 又多了一次个圆满的 修行的方法 因为如果你离开了痛苦的众生 自己在自修 我要念几遍几遍的意义就很少 但是借过一个痛苦的众生 和关心所有痛苦的众生 这样来自修非常好 所以阿弥陀佛菩萨轮流去台大医院好不好 再去洗碗 派出去 阿弥陀佛菩萨轮流去台大区的众生 你参观 你去过什么人 你怎么要处理 要这样子去修 有时候我在房间如果有空 我就会跪下来 我都会跪下来替他忏悔 因为对你是个修行 对你也是可以降伏我慢 然后跟这个应勋在主顶礼 跟他说法 跟这个病的人忏悔 因为你处理的事情都跟你有缘 不买巧克力 但是对你来讲 你可以达到一个最好的修行 最谦虚 最惭愧 最慈悲 最勇敢的承担 甚至修自他交换 迥一的肿瘤 有多的肿瘤跑到你这边来 这样来修行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谓空是自他一体 自他平等没有分别 进一步还要承担 这样才可以修菩提心 同性恋过去的因是什么 同性恋也有佛性 也可以修行 同性恋只是有很多因 其中一个因就是嘲笑佛像 第二个 嘲笑出家众 那会有这个 再来就是自己的谐音的问题 感情的问题 那我想 同性恋也好 异性恋也好 都有个欲望都要修了 不能五十步笑百步 我反而觉得同性恋都不错 又男又女 刚好OK 男生的外表 女人的心 女人的外表 男人的心 那么就夹好出力 看你怎么用这个优点就好了 但是一个同性恋最难解决的是什么 当他欲望来的时候控制不了 这是同性恋的业 那静雄来 欲望来了 你可以控制 当然有些人还是控制不了 一百个 如果你愿意控制可以 但是同性恋如果他欲望来的时候 听说如蚂蚁在咬 动不了 那个时候只能求佛菩萨 跟吸毒一样 如果那个时候有佛力加持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下回办一个同性恋共修会 各位你们堂来 我以前带过 我认为这个是我很好的生命经验 而且我目的是慈悲 我就是关心他们 我也办过以前 就是他们舞厅早上五点半下班 叫我五点到 跟舞女说法 黑格都做早课了 我经常去的 但是我认为也很好 因为他们的苦 你必须要去领受 不然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行菩萨道 事实上我认为 在风月场所的女人 感情更脆弱 因为他们在一种被看不起的压力 他终于哪一天找到一个真爱 哪里知道真爱又被骗 所以他们很容易自杀 很容易不甘愿的自杀 所以我经常要去超度这些 被欺骗 被骗钱 被抛弃的 这些风月场所的女人 但是你一定要很同情她 很爱她 不然你超度不了她 你千万不要觉得 我很好 不要这样想 不要这样想 你要觉得说 我比你还糟糕 但是我现在都觉得 我出家了 我可以过得很快乐 我懂佛法了 所以我希望你领受到 我这个快乐 来融入于她 好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们在高通部观光QQ长 张四聪 防治立修提供民众 安全隔离 与检制的传授 将来台民众 向后来配合 防治管理处事 在防治立修之前 将主动纳粹 其他检制 不是其他隔离通地区 但也起见 非禁止状况 请不回离开建峰 同学 其他亲家建峰图的困境 将这些保护 他好事之后 并到建峰外 做我们的绕Q